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喵樂歌藝 下面要教大家左手按弦的一些注意事項 如果你是初學有課裡的朋友 我們會建議你左手的手指頭不要留指甲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用左手指尖的肉肉 把你的琴弦壓到指板上面 這樣來發出聲音了 那如果你留指甲的話 你的肉就不太好壓住琴弦 所以盡可能第一步先把自己左手手指頭的指甲 全部剪掉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講一下手指頭按弦的位置 我們按弦就是按在每一個品格上面 比如說按住第一個品格 第二個品格 第三個品格 它的音高就會不一樣 那你按在這個品格上面的時候 要盡可能按在品格接近品絲的位置 比如說我們按住一品 那你就不要放在上面的位置 是放在靠近品絲的位置 但是不能壓在品絲上面是不對的 那如果你是按在二品 你也是盡可能的離品絲的位置近一點 它會更好的發聲 接下來還有一個注意事項 就是你的手指頭在按弦的時候 不要這樣平平的按 因為你按一弦還好 如果你按的是四弦 你這樣平平的按 你就會壓到下面這幾根琴弦 它們就不好發出聲音 所以你的手指頭要盡可能立起來 垂直於指板 這樣子才不會容易壓到其他根琴弦 包括如果你有一些比較複雜的和弦 要好幾根手指頭一起壓上去的時候 立起來的話 它們互相佔用的空間也會小一點 所以盡可能手指頭立起來 最後一個注意點 就是很多初學的朋友會說 我按完之後還會有聲音 這個聲音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你離開的時候很不乾脆很慢很摸 它就會拖一個聲音起來 另外就是還有一些初學的朋友 手指頭非常的嫩 皮膚非常的細滑 你按練久了之後 你這個琴弦可能會有一點欠到自己的肉裡頭 所以離開的時候就會連著琴弦一起捏起來 就會有一個捏起來的聲音 這些問題隨著你不停的學習之後都會慢慢的改善 因為你的手指頭也會稍微 指尖會稍微變厚一點點 然後這些問題也會自然而然就會沒掉了 好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加油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左手的爬格子練習 很多心學的朋友聽到爬格子都會一頭霧水 不知道什麼是爬格子 爬格子就是用你的左手在指板上做一個半音練習 那這樣的練習可以幫助我們很快的把你的手指頭打開 這樣子你就可以在指板上很快的做一些非常游刃有餘的彈奏的運動 那我們爬格子練習之前跟我們之前提到的一樣 先把其他手指頭放在優克里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只要需要用到大拇指來撥弦就可以了 然後左手的部分我們先來練習一弦的爬格子 一弦你先用大拇指把它撥響 緊接著你用食指放在一弦的第一瓶撥動它 食指放在一弦的第二瓶撥動它 無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三瓶 小拇指放在一弦的第四瓶 這個時候已經會有一些初學的朋友 發現自己的無名指跟小拇指好像特別的按不好 這個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平時無名指跟小拇指用的頻率非常的低 所以他們的力氣也沒有食指跟中指那麼的強 所以大家遇到小拇指跟無名指的部分的話 要特別的施加多一點的力氣好不好 還有一個問題呢 是我們初學者在練爬格子經常會遇到的 就是大家呢 按到中指的時候 食指已經放掉了 按到無名指的時候呢 中指放掉了 其實呢我們在開展練習的時候呢 一定要注意保持 按完之後 手指頭要留在原本的平位上面 不能移開 不能練掉就放掉 這樣是不對的 一定要保持按住 然後呢你的食指接下來 移到二弦的位置 中指移上去 無名指移上去 小拇指移上去 其他手指頭一定不要動 只有動 要彈的位置的 我們把四弦爬完之後呢 就要從四弦再往下移 四弦 移到三弦 那這個呢 對於初學者的難度就更大了 所以呢 下面呢我們要把我們練習的難度 降低一點點 就是呢 如果你是往下爬的話 可以一根一根爬 就是你把四弦都按完之後 手指頭放掉 再來按 三弦 再放掉 按二弦 放掉 一二 再來按一弦 好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12341234 一二三 四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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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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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